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董家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几七天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众理观众的消息 当然是国际间包括台海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居然在昨天2号的串访 台湾高调串访 引起中国大陆强烈反弹 中国军方强力的动作 而且今天我们从军事角度 特别分析一下 过去这几天在台海上空 激烈上演的各方的电子追抗 最新的情报内幕 特别是以我们掌握的所有的信息 今天用完整一集的情报分析 为大家分析一下 从佩洛西串访台湾 中国大陆解放军 昨天晚上向东部战区 以及有实弹演练 包括导弹的射击演练 另外未来会环绕 首度环绕整个封堵台岛的 六大区演习 台湾也要缩减实弹演习的规模 以免擦枪走火 美国日本也有最新动作 甚至澳大利亚也秘密地 派出了军机 今天都会分析 不过今天除了情报分享以外 要听听了各界 特别是北京东京 台北美国 关于未来事态 台海到底会不会擦枪走火 今天都会分析 不过走先看看 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现在感谢海外最新的报道 和情报的分析 佩洛西串访台海先波兰 香港和台湾海外的媒体 今天大量的分析到 佩洛西昨天串访台湾 引起了台海波澜 相应的解放军连串的军事动向 有最新的情报的分析 我们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 昨天晚上2号晚上 佩洛西专机 串访台湾的松山机场 实际上当天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已经是展开了连串的军事行动 注意是军事行动 并不是演习 根据当时的披露说 解放军在2号晚上 东部战区 在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已经正式宣布了 东部战区 展开一系列的联合军事行动 注意是联合的军事行动 并不是演习 而且提到 在台岛的北部 西南 东南部的海空 展开实弹的攻击的演练 特别注意 特别是在台湾海峡 展开远程的实弹射击 是风控式的实弹射击 我们知道台湾海峡 最宽的地方 只有180公里 而且能够达到远程的火力 实弹攻击 并不可能只是射枪 很可能是有远程攻击力的 台湾情报说 解放军当时发射的是远程的火箭炮 另外呢 解放军中部战区 特别提到的 在台岛的东部 东部的海域 注意 在台岛东部的海域呢 展开了长岛火力的攻击的实弹演练 我们知道长岛火力就常规导弹 常规导弹在台湾东部来实弹的攻击呢 实际上台湾分析呢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解放军的军舰 已经当时2号已经开到了台湾岛的东部 而且由军舰发射 舰载的导弹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中国大陆在西部的 这个台海的西面呢 直接在福建发导弹 飞越整个台湾海峡 甚至飞过台湾本岛 落点落在台湾岛的东部 这个实弹攻击呢 让台湾是更加紧张 所以提到当时呢 实际上昨天晚上 东部战区已经有相应的军事动作 而且进另一方面呢 就在这个P2C啊 串访台湾 落地之后 新华社马上就发出了一个授权的公告 而这个授权公告呢 能够马上发出 首先传递出第一点呢 就是早已做好规划 等待这个退休息一串房落地 马上发布 而且东部战区呢 这一次发布当中的 大规模的六大区域台好的演习 有六大特点 可以说有六大新的突破 今天香港 包括台湾的报纸 都有大篇幅解读 我们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提到呢 时间跨度很长啊 4号到7号 看似四天 但是实弹 大面积的相应六个区域的 军事双面的实弹攻击的演练 另外呢 是围绕台湾岛 看这个地图知道 围绕台湾岛 东南西北 可以说海空空域 全面的展开大面积的 全方位的 封堵的攻击演练 是实弹的 全方位的六大空域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有些空域啊 有些空域或者海域呢 以往解放军 并没有高调的 在那里演训 我们知道 以往解放军的演习呢 直接指向的地方 一般是在台湾海峡 或者是所谓台湾岛的 西南的空域 进行这个战机啊 这次环绕台湾岛的 所谓东南西北各个空域 而且面积 台湾声称呢 这个面积比起 解放军以往的演习面积 扩大了2.5倍 而且非常注意的是呢 有些演习区域 是指使重镇啊 直接指向台湾的 重要的正经中书 还有重要城市 我们知道呢 有的演习区域 像在北部的演习区域 实在演习的区域 离台北 离台湾这个正经中书 台北呢 只有50公里 离这个高雄 南部演习的区域呢 离高雄台湾重要的军港高雄 只有20公里 这个都是在这个非常近的 直接攻击的 这个打击范围之内 可以说是影响很大 另外划出这么一个 完全封堵状态的 六大区域的演习当中呢 很重要一点 对台湾形成一种新的压力 我们知道呢 台湾实际上是个岛啊 这个岛上 不管是军事用的原料 还有天安系各种的燃料 实际上是要储存的 一般情报相信呢 台湾储存的 相应的战备的燃料呢 大约只够用7到10天 每到3到5天左右呢 台湾就要不断的更新补给的 而现在这个演习 意识就拉开了4天的话 也就说 首先第一次的切断了 第一次的台湾补给的这个周期 也就4天之内 台湾不可能进行补给 让台军赶到这个军备啊 是油料方面的紧缺 另外一个很重要 除了台湾这个岛本身的 油料是个储备以外 我们知道日本 日本的生命线 也是在台湾这个 第一岛链的链条当中的 而这次演习当中呢 除了这个南部方向的截断了 向于菲律宾外海啊 向着西太平洋的通道以外 在北部方向的演习 去指使了日本相应的通乘方向 所以说对日本 也是敲山正虎 如果这样的 一旦真正作战的话 实际上呢 封锁台海 也是捏住了 日本的海上的生命线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这次的演练当中呢 六大区域的相应演习 四天当中实在演练呢 我们知道呢 台湾军方 包括台湾的军事分析演示 都特别提到呢 很可能未来会造成 台区的消耗战 疲劳战 为什么呢 以前的演习区域 只在这个台海中线 或者周边 或者是这个 西南方向的空域啊 那么台军 所谓战机升空伴随啊 或者是追真啊 还能够跟进 但现在一旦六大区域 还台岛展开演续呢 台湾不管是军机 军舰 还有官兵 将会疲于奔命 消耗战不光是油料了 那是人 那么消耗战的 疲于奔命 很可能会出更多的事故 不用打 可能就会出事故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呢 就是一旦形成了 这个作战的这个链条之后 有可能四天演练的 而且中国大陆并没有宣布啊 这四天演练当中 这六大区块 是同时演练呢 还是南北呼应 东西呼应的演练呢 哪个区块演练的时候 哪个区块不演呢 还是同时进行的 这些都是为来作战的 不同的模式 对台湾来说 也是疲于应付的方向 另外 演练当中 解放军会出动海空部队啊 当然 包括导弹部队 电子支援部队 电子作战部队 包括登陆抢探部队等等 会动用什么样的新的装备呢 会有什么新的战法呢 会不会突然 夺取台湾的某些外岛呢 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啊 我们现在进入呢 连线军事评论员的阶段 好 刚才分析过的最新的情报啊 是在佩投斯基串访台湾之后呢 台海整个最新的军事的态势 包括紧绷对视对抗的状态 今天请到两位的军事观察 先来分析一下 在北京是罗海涛 在东京是毛峰啊 先来分析一下 北京的军事观察罗海涛 已经在北京掌握了情报 现在呢 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呢 将从本周开始啊 大规模的 在台岛周边 全封堵式的大规模演习 会出动什么样的兵种 什么样新的装备 会有什么新的打法吗 我们是有外太空控制欲的国家 所以 我们在外太空的装备也要参加这次军事行动 因此 你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你最好蒙天上看一看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 这次美国这些强盗们彻底激怒了中国人民 我们14亿人 是吧 就是14亿杆枪 所有军兵种一律进入战时状态 不是简单的就给你画六个区域 所以还是要让美国人想一想 如果外太空也参加这次军事行动会是什么样 好的 再问一下来自东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啊 已经在东京掌握了情报 这一次的台海危机当中呢 日本的角色好像似无实际上还有 而且呢 在日本基地也起飞了美军战机 包括日本的玉井基地也起飞了 日本在当天到底扮演什么样电子甚至作战的角色 这次呢 确实是对于日本 特别是诸位美军来说 都是有惊无险 那么根据我了解到 当时呢 为了确保就是二号晚上 那个佩洛西能够抵达台湾 所以呢 当时的冲绳的 驻入美军的加手纳基地 出动了八架战机 进行护航 同时呢 也出动了五架 KC-135加油机 作为后援 那么防止一旦有事的话 那么可以对这些战机进行补给加油 那么另外呢 事实上日本冲绳的第五航空团 也做好了 紧急起飞的那么一种准备 那同时呢 驻冲绳的还有美军的特战司令部 那么这一些 全部启动以后呢 特别是高度加强了 通过卫星等各种手段的侦测 那么从当时反映的一些资讯情况来看 那么中国战机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动静 所以呢 整个一个行程应该说呢 还是有惊无险 好再说一下北京的罗海昭啊 已经在北京掌握了情报 现在除了台海台湾军方的动向以外呢 刚才情报也提过 实际上呢 美国日本包括澳洲啊 也有相应的动向 几方军未来在台海作战当中 如何面对这多方共同的军事的压力呢 我们的战斗机作战的距离是400千米 在600千米的时候 我就对它预警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锁定你了 如果从南半球过来的飞机 我不相信它能够一下子就飞到那么远 这是一 第二个 我们在那么远的距离 就对它可以实行了攻击 它有本事 它就串过来 试一试 好再问一下东京的毛风啊 已经在东京掌握了情报 几方军宣布这个大规模的台海演习啊 现在台海的局势呢 日本已经高调的说 台海有势 就是日本有势 已经在东京掌握情报 对于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演习 包括未来解放军的动向 日本方向会有什么军事的对应 这次解放军六大区块的演习 也包括了西太平洋几个区块 那么这些呢 确实是日本非常紧张 和日美同盟非常紧张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今后日本要密切关注的是 这一次演习是不是会成为 未来台海有势 解放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 一个作战的模式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那么日本会密切的关注 这次解放军的演习 但是呢 从另一个层面 由于美日加强了他的军事同盟 和军事一体化 特别是强化了要把西南诸岛 也就是琉球群岛军事要塞化 所以这个呢 也显示了日本将会针对解放军 除了第一岛链 进入西太平洋后的 这个区块的军事演习的 他的军力的部署 他的军事行动 由此呢 来僵化他今后对于 西南岛与各个驻岛的 侦测警戒封锁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层面上面 日本会和美国密切的关注 解放军的这次演习 同时也会对解放军今后 会不会常态化的进行 这样的军事演习 产生他的一个预案或者说备案 好 这两位来自北京和东京的军事官员提到 目前台海紧绷对抗的军事态势当中呢 他们各自掌握的情报和最新的情报分析啊 我们也看到呢 台湾媒体实际上今天也有更多的情报披露出来 特别是台湾媒体今天的报道特别提到呢 昨天晚上在佩洛西串访台北的时候呢 实际上发现解放军的实弹攻击演练当中呢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说解放军出动过歼20战机 注意啊 出动过歼20隐形的新一代的战机 另外的解放军也发射过东风时期的高超一式导弹 这台湾联合报今天有一个独家的报道提到呢 解放军有发射过这样的导弹 它落点不明啊 另外台湾说呢 现在高度的关注解放军 未来这一周呢 从明天开始到周日连续四天展开的演讯 到底这个火力台湾说要观察 这个演习的火力会出动什么样的军的 新的军事的攻击的装备 而且这个演习呢 解放军的演习的规模和最后的装备 火力打击的目标会升级到什么程度 台湾这是密切关注的 而且呢台湾媒体报道说啊 在昨天 实际上昨天下午2号 佩洛西的专机啊 所谓叫一个大圈 飞临台北这个过程当中呢 在台海周边 曾经上演了非常激烈的 相应的电子对抗的大战 特别提到的美军出动航母 美军出动战机 而且周日美军基地起飞战机啊 包括日本的电子的干扰机等等的 在台海东海周边展开了对峙 而且当天晚上呢 中国大陆解放军也在东部战区 东海一线的部署了大量的干扰雷达 包括电子对抗部队 展开了互相的侦测与反侦测 干扰与反干扰的相应的大战 而且特别提到呢 当时也提到这个报道 提到的预警雷达 包括电子战机是更多的全面的开启啊 在当中展开电子大战 虽然没有看到直接的交火 但实际上电子大战呢 是非常重要紧绷的激烈的进行 而且提到今天下午呢 佩洛西离开台北的时候 这种电子大战会再度的上演 提到呢 双方都在测试 也在摸索对方到底使用什么 最新的电子工资的频谱 而且特别提到呢 台湾媒体报道说 台湾军方也承认了 海星署也发现 沿岸有一些侦测的雷达屏幕啊 一路是黑屏的 黑屏的事故 现在没查出来 到底是被谁攻击的 但确实出现过相应的黑屏 可见这个电子作战 是有效果 而且呢影响是很大 另外特别提到 解放军出动了两艘的航母啊 台湾政策发现的 解放军两艘的航母 辽宁舰从山东青岛出发呢 已经抵达到这个 所谓台湾的北部 另外呢 山东号原来是停在三亚的 从海南现在开到了南海的北部 接近台湾的所谓西南方向 形成南北呢 解放军两个航母未来 会不会在这个大演习当中啊 六大区域当中 航母舰载机有更多的出动 包括解放军据说呢 已经有六艘的潜艇 去向不明啊 有可能也是出现在周边的海区 甚至是突防到第一岛天 另外展开攻击和试探 另外特别提到呢 台湾军方声称呢 在这个全过程这几天呢 并没有升级台军的战备 但现在台湾报道呢 实际上提到台军是全面升级了 秘密升级的战备 而且在台湾的所谓六大指挥所当中呢 当天啊 全员是挤满军官的 进行各类型的沟通和情报的交换 而且台湾军方说呢 根据昨天最新的掌握的情报 这台湾现在负责的只能守住 台海内外一线 但更多西太平洋 东海 包括台湾岛啊 这个东部地区重要的海区呢 都要靠美日帮忙守住 而且提到呢 昨天有情报说 在这个最关键的各方电子系列对峙的大战当中呢 澳洲注意澳大利澳洲 有一架军机 包括有一架侦察机呢 曾经逼近过南海 也在这边呢 进行这个徘徊 有可能也是侧应 配合美日台相应动作 所以台湾军方说呢 未来台海一旦开战 昨天这个模式 有可能就是未来台海开战的模式啊 美日台澳等等呢 有可能对解放军 形成一个真正的对阵 而且解放军未来可能呢 是周边给予强敌的回击 另外提到呢 现在台湾有可能呢 希望各个军呢 帮助台湾能够坚守这所谓各个区块 包括情报的交流 而现在呢 最下一个关注点呢 就是台美之间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台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动作 根据台湾媒体披露情报说 下一步 台湾主要是观察中国大陆演习的规模 包括中国大陆的反应解放军的动作 这六大区块演习 未来这几天会有什么动作 台湾在决定是否继续跟美国挑衅啊 是否继续歇相长 当中有一个情报提到呢 军事上可能两大动作 第一个是美日台 有可能美日台公开的 公然的展开所谓联合的演训 这是公然挑衅 还有一个呢 是美国美军呢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司令 包括台美洋舰队司令 有可能公然的访问台湾 这也是公开的 有可能进一步挑衅 当然也可能呢 是台军的将领到关岛进行所谓互访 这里要密切留意 但是解放军也有动作 现在最近情报披露说呢 台湾分析解放军 除了八月初啊 八月下旬的演习以外 在八月下旬 甚至九月份呢 会连续展开解放军的海空部队 突破第一岛电 在西泰民洋的演练 甚至发射导弹 导弹的靶区落点 有可能落在西泰 甚至整个演习区域 包括导弹攻系的靶区 就在美军关岛基地以外 这都非常重要 到底会不会发生呢 台湾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分析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听听台湾和北京的分析 回到军事观点 本周关注焦点呢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佩晓星的串访台湾 中国大陆强烈反谈当中呢 也特别提到明天开始 要展开环绕 围堵整个台岛的相应的演习啊 还要请一下台湾方向的军事观察员 施孝伟来分析 施孝伟已经在台北掌握了情报 对解放军最新的连串的动作 包括从昨晚到今天 甚至明天开始连续四天的 相应的大范围的演习 台湾掌握了情报 是怎么研判解放军的军事动作 从台湾军方来讲 由于这次本身 是属于美国跟北京 两方面 因为美国的议长裴洛西 来到台湾访问 然后导致双方的不愉快所引起的 那台湾军方在这次应处上来说 是用强化这个战备的这样的方式呢 来加以阴影 也就是说 他并不介意 强化战备 或者让部队进入一个临战状态 以为这是真的要发生战争的情况 也借此不要让台湾的民众 感受到好像十分的战争的这个情况 已经迫在眉睫 或者是扰乱台湾 现在一个固定的 这样一个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 如果说台湾的军方 也同步的提升跟调整战备状况 甚至于进入到一个准的作战模式的话 那的确在台湾的社会 会引发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白金 好 再问一下台北的薛小伟啊 现在台湾军方说呢 昨天到今天相应的两岸的这种对攻的模式啊 对抗的模式 包括解放军的演练啊 可能是未来台岛作战的模式 台湾怎么解读 的确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啊 透过在台湾周边划设六个演习区 它它所代表的意义 当然这六个演习区啊 也代表就是台湾 针对台湾的这个东北跟西南 两个方向的海上重要生命线 透过这个长程 或是中程的这样一个导弹 或是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模式 来演示出好 中国大陆对美国已经具备了A2AD 也就是反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能力 它基本上来讲 是希望能借由这样一个方式 让美方清楚了解到 现在美方对于过去所拥有的优势 在台海的周边已经不复存在 它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让美方也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其实未来 如果说两岸真实的冲突可能会发生的话 其实它本身不是一个那么单一的 一定是A或B的这样一个选项 解放军很有可能对于台湾 是先以对外切断好联系的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俄乌冲突 乌克兰就是因为依然能够维持 由外往内的这样一个运输 让乌克兰能够抵抗的时间增强 而如果解放军未来要对台动武的话 这块想必是相对 一定要去彻底处理跟应对 好 问一下先生 已经在台北掌握了情报 现在台湾军方正在观察 解放军接下来这几天的大规模演习 使用了火力的情况 台湾有可能跟美国继续的切香肠 甚至有更多军事的挑衅 您掌握情报是怎么样的 未来美国跟台湾之间 其实不太可能实际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像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帕帕罗上将 他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未来是下一任的印太司令 他其实也就讲清楚了 以行政部门的角度而言 其实台湾参与环太平洋演习 等等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所以今天他是一个军人 他所得的作为 就是要依照美方的行政部门的 行政命令来执行 那他就是执行政府部门的命令 那政府部门其实长期以往 一直是恪守 法三公报的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那如果台湾跟美国 开展到联合演习的程度的话 其实是超越台湾关系法左 立定的这样一个范围 好这有关台湾方向来自台北的 对于周边局势 最新的军事的分析 谢谢施校委 我们另外还想问一下 北京的军事官员罗海涛 海涛已在北京掌握了情报 现在这个局势不断的升级升温当中 解放军 包括中国大陆的下一步 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因为美日台可能也在观察 甚至还要继续歇香肠 解放军怎么办 对于美军这样咄咄逼人的搞军事威慑 搞政治上的打压和对我们的欺辱 其实全国全军人都是忍无可忍了 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公开告诉美国人 我们要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而且有多国联合演习 我们已经宣布了 跟俄罗斯有共同的演习 因此日本人就要琢磨了 你别光往我们这个地方看 你北边那边还有一个跟你是死敌的国家 因为日本人是欠了我们两个国家的血债的 我们的海军跟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有联合演习 我们的空军和巴基斯坦 还有和俄罗斯 还有周边国家都有联合演习 我们的陆军已经出国到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他总是认为他有几个小跟包的 他就没想到那些被欺负的国家也要团结起来对付他 所以我们的演习除了自己的对敌攻击之外 还有国际合作打击共同敌人的演习 这种演习可就是要在更广阔的地域来展开我们的军事实力 因此每日总是憋在屋子里闭着眼睛 像鸵鸟一样他不看看周围的世界 我们是要不断的要争取自己起码的生存空间和政治地位的 因此我们将在八月九月举行多场国内演习和国际合作军事演习 因此当他们就平民奔命吧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好谢谢到北京方向的军事专家的分析 这是关于台海最新的动态的分析 本周另外一个小姐来关注一下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最近高调的公布了 中国解放军的所谓05万吨大驱逐舰 第六艘首度延安舰在南海演训的画面 首度在南海演训的是实战的演练 包括反潜反舰攻击防空等各方面的演练 特别提到呢这是第六艘解放军的万吨的05万吨大舰了 而且我们知道呢实际上他第一艘是五年前刚刚下水 所以说这个速度非常快 五年当中已经第六艘了 而且情报说呢 未来会打造八到十艘 八到十艘什么概念呢 中国的各大海域 包括航母编队未来也要打造 三到四个航母编队 节目之后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军事关来是下头三 我们再见